好,各位朋友,人民力量第二節又回來 我們繼續講這個拒當扭爐的運動 三位代表都是拒當扭爐運動的成員 右手邊,黃永志,楊明仁和陳俊基 三位代表剛才都跟大家講了一些歷史和一些現時 經濟體系和地產霸權的觀點 這次我們可以大家分析和看看 那個現象很清楚的 香港未上車,未入到公屋的朋友 在現時的氣氛之下是最苦困的一班 申請公屋,說要等很久 就算等到number到的,配屋又不知道對不對 最近出現,過去很少見的 最近出現,連續配三次都是那些又舊又殘的公屋 以前你配三次,有一、兩次較為新的好些 最近那個問題就越來越惡劣的 年輕那些,三、四十歲都不用想的了 你一等,起碼十年八年 用那個一人家庭的計分制呢 有段時間都輪不到 買私人樓,除非你真的家裡很有能力 那你一萬多兩萬元,你不要一萬多元 你兩萬多元收入那些都很難措錢買到樓的 那你們的拒當樓奴,喏,我不買樓了 喂,等公屋,就有段時間等 等到的都未必適合你,是吧 就是,你要租的就大鑊 哇,那些租金巴巴聲聲 就是以前那些四百尺的單位呢 就是不是在市區那些呢 可能就是三、四千元或者頂到五千元 嘩,現在已經去到七、八千元了 四百尺單位 四百尺那些又講這個建築面積 你減了那個的,就是那個 所謂的發水那些情況呢 可能只剩下那三百尺左右左右 那你除非你是願意接受 即是非法住工廠大廈,是吧 或者住那些劏房,棺材房 那出路是怎樣呢 其實出路呢,你最簡單 剛才也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為什麼這些公屋 現在搞到又舊又殘又難上樓呢 其實這樣東西,我們會覺得 有數來計算,十五萬個輪候個案 十五萬二千多,就是今年三月 那現在你每年說建萬五間公屋 那你說那些什麼三年上樓放屁 第一就是,你一定沒有計算那些 非漲者有人單身先 就算你計算都好 現在我們計算的條數就是 你三年一定是上不到樓 所以你不再建更多公屋 不是,去三年騙人的 去三年那個是講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offer給他 就是第一次,我給你,你不要而已 很多時候是這樣計算 所以那個三年那個我講了很多次 我想你都認同就是 根本你說三年開信 這個騙人的 這個騙局來的 很多配三次都不愛那些 重新申請過又要 可能要再等五、七年 那些又很苦痛 那你現在這個政府 就是,你說買樓欄的 這個當勞真,這個真是當勞 這個真是勞 給我這個治安心 大家都覺得這個治安心是廢的 那你對那些年輕人 喂,我們是他當勞勞 那但是面對居住問題 怎樣呢? 爭取公勞 是啊,我猜這個是一個幾... 就是我們... 你都不想... 譬如說,樓這些問題都是這樣 沒有可能是說一年兩年就解決 就算政府現在立刻跪地 他立刻起,那都起不遲了 五年,一般要五年時間 但是... 就是問題你長遠來說 就是那個... 就是我猜是... 首先就是要有某一些的... 就是這個整個運動 除了是說 我們要解決住房問題之外 還牽涉到某些所謂的意識上的改變 我猜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要大家意識到... 我要住一個安穩的地方 有傘頭住得好呢 不一定要買樓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他當勞勞 其中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 你一買樓 其實你就是在做勞帝的 因為你一買樓 其實就是... 咬你的血汗錢給地產商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集體不買 讓他的樓價一點 你說呢 應該說... 應該說... 在消費者的層面 很難做到一個這麼大的 collective force 基本上 我說最... 好的辦法就是 你要意識到 其實現在政府是沒有給一些 你應該要有的東西 就好像教育一樣 你想想說 現在教育... 你想想把教育的例子 如果放回是什麼 全部都要你們讀私校 工業學校是很少的 那些學費要很貴 你想想這樣 有沒有道理先 就是本來就是 那個公屋的建屋量 根本就要大增 應該是大部分的人 只要他買不起私樓的 你都應該要安排到公屋給他 除非你將那個申請入息 大幅調整而已 是啊 所以... 你不調整那個 差不多是八成 人不符合那個的 就是房屋需求的 是啊 譬如說現在是九千二 九千二 那這個 其中一個我們爭取的訴求 這個一定是 就是說 你一定要提高的入息訴求 那背後的道理就是說 因為房屋這些東西 是一些基本的人權 來的 不是說什麼我貪大手品 這些是我理所當然應該要有的 尤其是你縱容這些地產商 搞到樓這麼貴 搞到民不聊生的時候 你就更加應該要offer這些東西出來給我們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其次就是說 其次就是說 你沒有理由 因為譬如現在 所謂辦 可以盡快解決到某些房屋的問題 其實是不理青年 尤其是單身的青年 那就是 令到公屋就是說 其實不用蓋很多 根本這個就是完全荒謬的 這個 這個幻象我們一定要打破它 你們評估那個青年 要求那個房屋的人數有多少 要求房屋的人數 就是剛才都說過 萬多二萬元收入的那些 其實你現在要賣樓 賣不起 我認識有些本身 今年要做教師的了 結果為了就上班 都是要住劏房 好貴 那你會見到 其實潛在的需要那些 就是沒有一個準確數字 但是如果你看回 其實現在香港入息中位數 一萬一左右 所以其實那一陣是相當多人的 你現在再看回 就算住戶入息中位數 給你計算買 萬百 如果你做個粗略的評估 那些又不符合 申請一人單位的入息 那個的上限 又沒有 真是很有錢的 就是父母可以幫到 去買到樓的 自己又在做工作 可能就住劏房 或者同家裡住那些 這一個的社群 即是男女加起來 就算我被兩個加起來住 現在都開始多了 有些不結婚兩個住 租房 那些 這個數字 會不會以十萬計呢 肯定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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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的數字 我們都嘗試轉過 但是如果這個 以十萬計的 這一班基本上 有這個較為高的知識的水平 有革命的水平 而年紀也可能是二十幾三十歲 左右 那這班人其實 在政治上 其實可以成為一股 強而有力的組織 當然 其實是的 你看看近年的發展 也是 因為他們比較 你講法律 他不用找人 他自己可以懂得找條例 找條文 找政策 然後可以做到自己的一些 例如 寫文 網上發佈 動員 因為以前 傳統以來 麻煩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 媒體很多時候 收地產商廣告 你要出這些 真的 似乎跟地產商 對著幹野運動 要去撐嗎 出到一些 如果這一班 是有這麼單一的議題 也有共同的觀點 有共同的感受 也有共同的苦處 那就是 其實 是有個潛力 有個潛質 是去串連組織這班人 其實是自發地 如果組織到 這股政治力量 其實政府會很害怕 是嗎 政府最害怕80後 大哥 你現在80後 再加上少許 這個70後都未頂了 那就是組織到 如果數以10萬計 90後之後 其實那裡是很多人 就是90後未到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再加上少許多幾年 是嗎 那你跟著那排下去 其實如果你有能力 可以串連組織到部分 如果這個力量 是推動到出來 被政府 即是察覺到 這個是一個 對現時政府 或者對現時政府 或者社會的穩定 是一個挑戰和危機的話 喂 你真任權騰的 你唐英年 梁振英都騰的 其實 是嗎 但是有些什麼媒介 有些什麼方法 是令到這一班的青年人 是會真是走出一步 會有一個的 就是凝聚 你不要說團結 有一個凝聚的力量 是令到政府 有少少的警惕 還有開始有些憂慮 喂 你不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炸彈 遲些燒到身了 喏 那我基本 就是你說 譬如說 你說怎麼做組織工作 譬如說 如果要講到很實際的位置 譬如說 什麼區分最容易做組織 究竟我們首先應該要針對 例如是劏房的住戶 還是 可能好少少的 就是那個策略的問題上 這個 不可能可以很仔細地說到 但是我猜最基本就是 是看到有個客觀的矛盾 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剛才也講的 其實客觀矛盾 你不組織不勝 其實就沒有用 就是你不了不起那些東西 但是你要我講 譬如說 最基本有些的改變是有 就是譬如說 某些認知上面的改變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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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覺得 是呀 樓價很貴呀 要逼著做劏房 公屋這些東西 那又沒有理由 跟那些阿婆 或者最慘的人爭的 就是他們想著 就是覺得 是很辛苦 但是未必一定爭的 如果大家看回這個80年代 你們很多時候 那些還未出生 80年代 如果大家看回歷史 公屋平議會 是啊 公屋平議會當時成立 是一個很小的組織 但是那個單一議題 引起那個公屋居民的參與 還有利用公屋平議會 作為一個平台發聲 很多的政策 包括這個公屋重建 有些的租金政策 管理上的問題 分戶啊 戶籍的那些處理等等 其實是那個組織 雖然會員不是很多 是吧 但是製造到那個影響力 其實令到政府 在很多方面 是接受公平 當時很多的訴求的 其實你們現在 現時的情況 有些少說 有些少像當年公平那個 如果有一個青年人的組織 他當扭爐這個議題 而在這個房屋訴求方面 是能夠引起這個社會的關注 和這個青年朋友那個的參與的話 不排除會令到政府 政府不會自己 無端端去改的嘛 次次政府都是迫到埋身 或者是基於某些恐懼 是吧 或者是政治壓力 像死死氣很不願意這樣 去屈袖而已嘛 那所以 我想這個拒當扭爐運動 在那個長遠 不要說長遠 在中長期的發展方面 其實是有這樣的潛能呢 是製造一股強而有力的社會的力量 和一個政治的力量 是迫使到政府去改變的 是啊 我自己說真的 如果不是都不覺得應該要搞 就是我覺得房屋的問題 是其中一個最核心的矛盾 譬如我宏觀一點 我跟我說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碰到最大部分的人 而且地產商是欺負得我們最厲害 譬如你說其他商量 譬如最低工資這樣才算 最低工資當然要撐 但事實上譬如說 有一群人不是直接受到最低工資的問題的影響 但是你房屋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挺慘的 要租房多貴 或者住劏房多慘 而那裏是有一大群人的 所以就是 寄望這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做到一個龐大的力量的反擊 那個論述和理據很清楚 背景也很清楚 你們的團體成立了 在那個 即將來或者在不久的面前 有些什麼計劃 去將這個訴求 即是爭取到更加大的社會的討論和接受呢 幾方面 一方面我們都可以在不同的院校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在不同的院校營申裡 都已經企圖做一些調查 然後發佈 其實現在的現青人 本身他們住屋的想像 以及他們本身的工資 你的待遇 是這麼大的落差 所以問題先突顯出來 然後他又罵了人 第二我們本身都有打算 就是在不同的社區裏面 例如擺下街站 看看能否抓到這些電興人 除了一些實體的組織之外 都希望可以在網上做一個平台 發布我們的消息 或者在網上都可以吸納到一些朋友過來 有興趣的你就過來 我們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都希望 我自己記得七十年代 歐美都試過 因為當時經濟開始發展 樓價都開始升 有些無政府主義者也好 有些年青激進團體也好 他們整個霸佔某些地方 沒錯 那時候真的很流行 那時候 很多國家都在這種情況 反而我突然沒有錢 我一集就霸佔了某些地方 有些人一住十年八年 在香港要做到這些事情 可能稍為麻煩了 因為城市太小 通訊太方便 警察來太快 太快 我們有想過 但是新西上 如果你說組了一個人的時候 政府總部 政府總部一般的時候 老實說 你那些地 不如拿來培豪宅 我們就霸你的地 政府總部 我們自己本身就可以佔地 例如這樣說 再不是的時候 你有些輕鬆一點 都不是不行的 我們堆爆防委會 堆爆防委會是甚麼 如果真的號召了 例如幾多萬個案增加 然後入置申請公屋的時候 你看到這條數 你自己是要交代 有很多可以想的 比如剛才你說堆爆防委會的申請 是一個令政府的數字 突然間出現一個突變 讓他無法交代的手法去 另外就是 看看過去的歷史 有些是露宿街頭運動 我直接數以千人來住中環 露宿晚上 特別是等你一些國際會議的時候 一些大型 一些重要的時刻 那時候 動員那些無學渦流運動 什麼都好 我直接整個隧道 整個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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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躺在街邊 躺在你一段期間 你政府都很醜怪的 其實 是嗎 唉 不過沒有啊 現在我猜 應該是說 固然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那個論述是很清晰的 或者那些理據都是很清晰的 但是問題是 有時候我們都知道的 不只是說理據清晰 市民就馬上覺得是這樣 其實那些買樓讀 智業夢 上車夢 其實他們中了很久讀 其實我直接說 這段時間 就是要做一個勢出來 說到那些事情 要去幫人解讀先 譬如有很多人會覺得 喂 我這些大學生 沒理由申請公屋 有些人會這樣想 例如這些想像 他們不覺得公屋是一些 理所當然政府 應該要給我們福利 我們應該要住得 可以很驕傲地住進去 覺得我們是理所當然 這樣的 這些細碎的問題 其實是要慢慢地處理 和慢慢要在 組織、文宣上做好些 就是我估計在這段時間 我們同時 就是剛才除了 任務人講過的那些之外 我估計在這些位置方面 我們都要做多些 你經常透過論述那裡 有一部分 行動 帶領某些象徵性的意義 就是令到那些市民覺醒 或者令到那些人了解 都是重要的 譬如我一想起 咦 你可以做一塊農地 跟著就叫那些年青人 去大佬 去紮營 那塊帳幕 有些帳幕很漂亮的 有些帳幕大到有廳有房 是吧 不犯法的 是吧 就是我找一塊農地 找蔡元春朋友幫忙就好 找一些近市區一些的 我找一個過萬尺農地 哇 擲幾十個帳幕在那裡 在那裡住 你政府不能動我的 我可以做個刊廁在那裡 都可以的 是吧 如果你有組織 有足夠的能力 那你便宜過租劏房的 是吧 我有廳有房的 我做個農地在那裡 我擲個帳幕 有廳有房 真的可以在那裡住 你政府不能吵我 我責任 真的 是吧 然後整個那些 漢廁 那些漢廁三四千元一個 是吧 可以在那裡 不過水電力麻煩一點 交通 交通麻煩 有些農地很近鐵路 有些氣質農地很近鐵路 其實可以透過多渠道 多方法 令到這個拒當扭勞運動 可以成為一股 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我覺得是令到政府 壓力之下去改變的政策 這個其實不是天方野譚來的 我絕對都不覺得 可以發展 這個是可以發展的 如果你說現時來講 因為其實什麼 政府都知道房屋議題 是一定要搞的 問題是怎樣搞的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譬如說在現在的論述上面 其實公屋都是被人壓得很低 成為居屋的陪襯品 其實說出來就是 個個政黨都說的 就是應該說就算最 除了自由黨那些 可能我沒有留意 自由黨都不反對福建居屋 近快不反對 早兩年就反對 終於不敢 是 就是譬如說 公屋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給市民知道 你就算福建居屋 整個房屋 這個結構性問題 是解決不了的 是啊 沒錯 是吧 就算我給你福建居屋 我給你政府敢 建三五千個的 那你這個只是一個話題上 好像多了一件事 但是你看個整體房屋訴求 和當年 就是由七萬到九萬個 每年興建的單位 就算我給你家福建居屋 加上私人樓 一年都是兩萬多的 是吧 就是你現在那個人口那個發展 和房屋那個需求來講 就算你家政府肯說福建居屋 在這五七年裏面 整個房屋的問題 仍然都是極為嚴峻的 但是這個立場問題 我都要講清楚 其實我們每次示威 我們都開宗民意 報紙怎麼誤我們 我們是反對福建居屋的 因為現在這種居屋 七成事價 其實 其實沒有可能買得起的 就是我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理據 你建的屋出來 我們下面低下 加層買不起的有什麼用 就是這個是很現實的 那你可以要求去改變福建居屋 那個出售居屋那個政策 是不是 他新推出來的政策 不是一定七成這個時間 除非和市場脫歐 這個我同意 我還脫歐 但問題是和市場脫歐 他就不會建的 就是這個是他 就是你見到外國 我剛剛在紐西蘭那裡回來 他們當地有些所謂的公共房屋 就是有些的安排 都是計算你的入息的百分比 嗯 這個我一定不相信 但問題現在很難的 譬如說現在如果你都叫 我們要另外一種居屋才算 就是你其實 你這種聲音是很難出到的 尤其是我們這些弱的團體 就是除非你很 可以引起討論 非常簡單 我歡迎你 你叫居屋也好 叫住安心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如果 你給我一個單位 我那個公樓的成本呢 只是我的家庭入息百分之二十五 那樣 那其實就很簡單的 那你起多少 總之我佔了25 我佔了75 我來養家 我OK的 其實就是外面很多國家 過去那個所謂公共房屋 嗯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津貼房屋呢 都是用個家庭的收入的百分比 就是來計算的 就不會用一個所謂的 市場幾多大哥 你市場幾多 喂 我給你一條命你都不行了 是啊 真的給你一條命你都不行了 那所以香港人對那個房屋 那個概念 如果不作這個的徹底 和全面的改變的話呢 就是你整個香港社會 就是整個那個的生存和發展 都好像是圍繞著房屋 這件事而已 是呀 樓樓就是 真的啦 就是我都不覺得是隨便用的這些字 但是那個現實是真的 這個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很漂亮的這些字 這個 我們本身有個讀藝術系 做得很漂亮的 我看這個 真的 為什麼選擇紅色呢 紅色 不是最正常 你想想 整件事 其實什麼 我們要的就是 當我們用入式來決定 我們要推公共房屋 我們不是要跟市場掛勾的東西 其實某個意義 這個講遠一點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理念就是 我們覺得房屋這件事應該非常品化 不是用來炒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是用來買賣的 就是或者 你可以買了去 你可以擁有了去 但是你不可以 拿來炒作 那些東西是我們基本需要來的 就是這個非市場化的道向 那跟紅色的關係 那我就不多說了 你們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一些計劃呢 將來豪宅出售的時候 去有些行動是 就是突顯一些樓價那麼高 其實就是比天高那樣就是啦 就是香港市民 就是那個 那個經濟狀況這樣 沒有可能 就是承擔到的 應該是說 不同的行動其實都有想過 豪宅那些 比如賣地那些 我們都有想過的 但是我們自己那個 策略的判斷就是 就是說 我講法這個議題 不是一兩個月就完 就是 你想像這個問題其實很久 就是結構性的問題 基本上你解決不了 其實如果你不是有大量公屋的興建 來解決一定的住房的需要 你想想 畢業的年輕人就是這樣出來的 其實個個都買不起樓的 其實 資資會越來越多 所以就是我們在這個環境 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組織多些的人 就是我們可能現在二三十個朋友 這樣 就是希望我們慢慢累積 你要令到年輕人接受 喂 我是真的買不到樓的 我發覺 很多年輕人 仍然他就接受這個現象 到三十歲才會 不懂 我講法就是 未生懷的老筍 未看清楚現實究竟是怎樣 其實真的不到你買的 那些樓不是給我們買的 應該是說 是被某些人在炒 其實整個市場是 就是香港那個住房市場 就是很變態 就是一個地方的房屋 其實本質上不是為了供應 在那裡的市民的需要 而是給不同的資本去產 如果你說服到香港住大部分年輕人 第一 他們根本是 一輩子都沒有能力 真的買到和供到樓的 除非你真是 中學財 中學財 或者好像美女那樣 儲到大財團的 第二三代 第二 你要讓他們知道 喂 你一輩子都是拿不到公屋的 根據你的收入 是吧 第三 喂 你可能一輩子都住這些劏房 如果你可以說服到 說數以萬的甚至是十萬的年輕人 這個是他的前景的話 其實暴動也有份的 比如說年輕人 喂大哥 我家正在做一個助理經理 是吧 萬零元人工 你現在跟我說 我的前景這麼暗淡 其實有例子 你看看近排以色列 為什麼這麼多人上街 就是因為地產 根本就買不起樓 所以其實這個房屋 根本沒有屋住 你衣食住行 是必要的需要 如果你這樣都搞不定的時候 上街有什麼出奇 一點都不 我想要用多些媒體 多些方法 多些的渠道 是要令到 令到這一群年輕人 要了解和接受 這個是他們面對的 即將來的生活 還有這個是現實 是吧 因為我們講了任何東西 我最記得我跟蔡英權 有和很多官 有過去十年八年 講很多社會問題 我最記得跟他們 七百年前 跟他們講 七百年前 跟他們講 天水圍居民那些苦痛的問題 他們看著我 大叫 你不要在這 就是 這個的 他的詞句是怎麼說的 即是他直接說 我講大話 即是他直接說 說我在這 嘩眾取寵 你不要在這 嘩眾取寵 是吧 其實我 2003年 已經跟很多高官 講天水圍的苦房 是完全不信的 那些人 等跟你們現在講 跟年輕人講 喂 你們其實的前景 是這麼暗淡的話 他們第一 就未必了解客觀環境 第二 他們會拒絕接受 說 你們差 你們沒有能力 我行的 我一定會爬到上去 我將來一定會住這個半山 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香港年輕人 即是你要令他們覺得 咦 即是 即是 南爬島都好 沒有理由要接受 和面對這樣的苦房 即是如果你能夠說服到 年輕人 覺得以這個這樣的現象 這個這樣的發展 不應該出現 和他們要站出來的話 我想這個運動 就一定會迫使到 香港政府改變政策 還有說多一句 其實你看看其他地方 很快的 其他地方的國家的歷史 其實戰後之後開始 即所謂歐洲的地方 福利是大幅提升的 為甚麼 就是因為低下階層 所謂打工仔 或者工人階級 就是他們真的出來抗爭 真是為了最基本的 住屋 教育 醫療 政府害怕的 即是立刻要爭取 因為那裡真的太多人 你大家都有這些最基本的訴求 這些是大家都會有共鳴的 他沒有可能 即是他沒有可能不讓步 這些位置 問題就是要走出來抗爭 即是這個是很重要 還有 只要你夠多人的話 他真的沒有辦法不讓步 即是我想再強調這一點 即是借這個這樣的機會 好 希望 即是在 聽這個 和看到這個節目的朋友 即是了解到 即是這個前景 即是暗淡 和香港這個 政治經濟體系 這個地產霸權 即是這個這樣的情況 是令到 這個港大市民 特別是年輕朋友 即是將來那個生活的苦況 只會是 即是每況愈下下 那個情況是愈來愈暗 但生活也都愈來愈多 這個問題 那我們很希望 這個拒當扭勞運動 這一幫年輕朋友 可以推動這個風潮 帶動這個問題 引起這個關注 如果能夠 即是組織到這些年輕人 成為這個政治的力量 即是我相信 唐英年 和這個 梁振英這幫 隨時跪在這裏 是吧 那我們很希望 即是這個運動 是能夠有 早日開花結果 即是令到這個樓宇 可以成為這個市民 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的一部分 是不是 不是被地產霸權 這個操控 那我們日後有機會 再跟進這個問題 希望將這個 拒當扭勞這個運動 是進一步 能夠成功這樣 推廣到去各個階層 那今天 多謝三位的年輕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再見